欢迎欢迎发达港场的时间 感採我身边的嘉宾 仍然都是要财证券研究部的副经理 陈慧聪 Jason Jason 你好 Nikon 你好 Jason先和大家看看中石化份业绩 中石化来说半年纯利达到245亿人民币 按年下跌四成 会股盈利28.2分 派息10分 期内的收入按年升超过9% 到13480亿人民币 营业收益也下跌超过三成一 其实分业绩来说少赚了四成 但符合市场预期 早前不少的大行又或者市场的揣测 大概盈利跌幅是四成至五成左右 符合预期看到年人亏损也扩大到185亿 分业绩来说虽然有倒退 但符合预期算不算是不错呢? 如果你说纯粹和预期比 的确不算太差 但你都要留意 因为始终之前的股价不断跌下来 其实都代表一些大行对它的盈利预测 不断下调 如果你说今次都只是叫做紧紧 撕到市场预期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股价的帮助 不是太大了 之前你见到很多公司出了业绩之后 都见到那个盈利是比起市场预期中好 特别就是说之前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 一些大跌的板块 包括一些体育用品股 出来的业绩是好的市场预期 才有这个条件 给它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反弹 但如果你说中石化这一类 都叫做是慢慢紧贴近预期 我相信对股价帮助就不是太大了 而且都可以留意 始终除了你说看今年上半年的经营环境之外 大家亦都可以预视 就是说未来下半年 暂时都见不到有什么好利好的因素 就令到这一类石化的行业 可以是有个扭规为盈 那说着国际油价 其实今年上半年 除了你说在年初之外 其实之后那几个月 其实都保持一个 几明显的一个下跌的趋势 那说着油价都由 就是头几个月 就是超过一百美元 都跌到下去 就是之前最低去过七十几美元 那都见到油价 就是国际油价跌 那本身是应该对于 就是中石化的煉油业务 应该是有帮助的 但是说着 就是今年那个煉油业务 都是要有盈转规 甚至乎那个亏损 都是进一步扩大 那另外那个化工业务 也是见到那个盈利 本身在上年就有一百六十几亿 那去到今年的上半年 就大概剩下12亿的亏损 那这方面都可以 令到大家想一想 就是说就算油价是跌下来 那当内地那个 成品油的价格定价的机制 都未必能够是完全跟得贴 又或者说内地方面 对于这类成品油 又或者是一些化工产品的需求 都有个明显减弱的时候 那国际油价跌 就不一定会令到它的业绩做得好 是的 就看到那个年油亏损 就由122亿人民币 扩大到185亿人民币 那个扩大亏损幅度比较大 它扩大了63亿多 其实刚才也提到 就见到那个大行方面 不断将盈利预测调低 就见到中石化发表了份报告之后 高盛都说到 中石化的证业绩 其实都比较差一点 所以在评估中 重新评估它的投资评级 和希望下调它的目标价 见到现价来说中石化 暂时都有升 看看股价最新表现 就见到中石化表现 现在升八仙 升超过1% 去到7.25 中石油跌1毫 中海油跌8% 见到业绩符合市场预期 都算是 但股价仍然升上来 升超过1% 来说到下半年的业务前景 来说 前景比较差一点 暗淡一点 也见到国际油价 上半年来说 有个下跌的情况 始终都是内地的机制 问题 令到中石化仍然有个亏损 今天股价来说 升超过1% 预视了些什么 其实股价比较低差 只不过是一个技术的反弹 如果你说 看回股价表现来说 其实由今年的年初 即2月份那时候 最高见过9月6日多 当时大家就憧憬着 中央会不会真的将 成品油的定价 完全是跟国际油挂去到 油价去到接轨 是不是就说国际油价跌的 内地方面就即时会下调成品油价 又或者国际油价升的时候 中央方面也都会给他们加价 当时基于这个憧憬的关系 就令到股价就不断炒上来 但是发觉之后觉得这个定价机制 都没什么很明显改善的时候 都令到股价就不断跌下来 再加上这几个月刚刚都说过 就是说内地方面一些工业整体的利润 都是有个明显的倒退 都令到这些石化类的公司 都是有个盈利售压的现象 单单看回股价来说 它由7月份那些低位 最低见过6.3号多 其实这个位置就从今年年初的高位 都跌了接近有成四成多五成那么多 如果你说这一阵的反弹 虽然你说都弹上去七个岭 但你暂时都见不到它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因为你看这一条长期下降轨拉下来 仍然都是压制着股价的反弹幅度 所以大家留意 如果你说A股仍然要沉底 我相信这一类的石化股的走势 都未必会太好 另外和大家看看刚才提到的工业企业利润方面 就提到石化行业 一些化工行业的利润做得比较差 金属行业同样都有亏损情况 中旅的中期业绩 亦都是转损32亿5千万人民币 今天股价要跌下来 中旅的业绩你又怎样看呢 中旅今次亏损亏损亦很害怕 虽然其实之前大家都预认了 一定是会亏损的 但如果你看到亏损的规模 还是比较大的时候 对股价当然是有一个受压的迹象 你见到他今次亏损最大原因 就不是说营业额是不能升的 你见到他如果你说单计的营业额来说 都是按年增加了接近9%那麽多 但始终那个成本的问题 都令到他的盈利就不断被蚕食 当中包括就是原材料的成本 或者一些的燃料 就是说一些叫做电解类的过程里面 都用得比较多的电力 又或者一些化工的能源 这一类的燃料的价格都不断上升的时候 都令到他的利润率明显的压力在那里 另外就是说说利息的开支 其实都是一个明显的增加 始终中雷在过去那几年 都不断是要靠借钱 靠举债来维持那个营运资金 但是当如果你说那个利息 在之前来说都叫做是多高的时候 他不断借钱就只会令到 他的利息开支或者借贷成本 就不断在那里上升 所以你看到他今次的财务费用方面 都是有成二十几亿的 那个增幅方面都是按年增加了 就是五成那么多 当如果他的收入只是轻微增加 即是九个百分比 但是在说财务成本 是要增加成五成的话 对利润自然是有个明显的压力 甚至乎你说去到今年下半年 我相信他借的钱 只会是越来越多 财务成本我相信 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叫做舒缓得到 除了财务成本 刚才提到原材料成本 似乎两个都是比较难解决的因素 现在暂时来说 都揭示到中壘下半年的业绩来说 都不会做得好 所以这一类的股份 我都觉得暂时应该是要比一比 很简单 你看到中壘的股价 其实由上年的年中开始 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没有好过的 如果你看回下跌趋势来说 也是形成一个 叫做挺完美的下降轨道 即是上几个星期 股价曾经上回到三个四楼上 但仍然都是突破不了这条下降轨的时候 代表着形态仍然是比较差 今天虽然业绩之后 股价进一步是连50天线 如果股价进一步跌穿的话 我相信未来要试试三元的机会 都是比较高的 所以暂时我都觉得 这一类不是很好的选择 和大家看看金属股 今天的最新走势 中壘来说仍然跌近3.9% 跌至3.1毫 江西同跌超过1.3% 落木升2仙 湖南有息升1仙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 要问问Jason 刚才说的股份有没有哪种有持有 有持有的 回到问答环节 家庭观众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待会见 再继续